沾上墨彩 画家梁美月用画笔细腻地画出粉红牡丹 独特的氛围和韵味让画作栩栩如生 用心去切入去看我每一个作品的细节 像牡丹花 为什么我会喜欢画牡丹花 因为它是有温度的 然后为什么是有温度 是属于一种含苞待放 可以给人家温暖人心 因为花开户贵 艺术的画廊是对医疗者患者 是有一个非常好的帮助 让患者在心情上心灵上 也有一种很疗愈的作用 梁美月师臣 田金生 黄胜良 赖明郎等名师 小时候对艺术就非常喜爱 受家庭因素及环境所限 在中年后才勇于追梦 拜师习画 这次展出三十多件作品 呈现多年以来努力学习的成果 也希望在医院的展出 能够带给民众慰藉 因为来到医院 已经是大家的情况 都是比较不舒服的 那我希望借由艺术作品 来给他们有一种抒压 还有疗愈的那个感觉 来医院看病的一些病友 还有我们医护同仁 可以减压 可以抒压 我们透过艺术 可以让我们的身心灵 能够进一步的来提升 展出山水 花鸟 镜物或风景 等多样性的采摩作品 院方也邀请民众到场观赏 感受采摩艺术的美学和生命力 新唐人亚台电视李娟荣 台湾高雄采访报导 注信简直播导